今天是一个特别沉重的话题 就是话友们说 有网上在卖虚假宣传的货 其实在我们养花行业里面 会经常出现这种与描情不符的 接下来咱们就打开给大家看看 它在直播间里面承诺是这种 45公分描情怎么怎么地 它说然后收到以后 到手严重不符 咱们打开看一看 就这种包装 就这样 这个多少钱 13块8 13块8 行啊13块8你还想什么呀 臭宝 13块8行了 他发个快递还得六七块呢 五六块呢 但是这个描情有一说一 太差了 让我去主持公道 我觉得13块8臭宝 没有什么公道可主持的 另外呢这个倒手的是一份小木槿 可能呢这个话友 还是想让我借助我的力量 来帮他出个气 宝贝呢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 一分钱一分货 13块8的描情这个样子就已经差不多了 就这样了 一般的小木槿正常来说 13块8也就做成这样了 另外呢这个商家发货 实在是让人太恶心了 一点水都不给浇 包装非常的垃圾 这个肯定我点评他一下的 这个也是我收到最差的一个 我肯定是不会买这种的 我宁愿多花几块钱 对吧很多人花也总是说了 花印尼家的花为什么这么贵 宝贵 贵有贵的道理 不可能多挣你多少钱的 都是挣辛苦钱 是吧你像我开网店 我开了今年第八年了 对吧 我都做了99.7% 99.8%的那种好评 它都是用心的 你比价格永远比不过 我就说了你比价格 你像拼兮兮 拼兮兮还有9块9的 50红光汽车呢宝贵 你说咱干得赢吗 咱干不赢 咱干不过人家 明白吗宝 所以说真的没办法 也就这样了 我也没什么高招了 就这么地吧 好吧 13块8 好了 接下来那么言归正传 说一下小木槿 如果说大家到手 这种垃圾苗怎么办 首先是已经蔫了 现在能做的 就直接丢到水桶里面 就是这种直接丢到水桶里面 因为它已经干透了 现在能做的 就直接丢到水桶里面 一直让它泡泡泡 泡到它完全的复苏 再进行的入盆就行了 这个现在没什么办法 好吧 另外呢 这个花友想让我曝光一下 人家 这个臭包 我只能说什么呢 13块8 不至于 也没必要 这个呢 也可能是咱们自己 对吧 你光看看 看 听听听 其实很多的花友都这样 很多的花友都这样 是吧 你几块钱的东西 让我来出去 他被模说 这个东西如果说三十多 或者四十多 甚至一百多 我肯定会出来曝光它 你像我们 之前买的那个浦包花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那种草花 在我们这里只有两块钱 它卖二十多 那我也没有曝光它 因为它二十多 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格 因为要加保温 还要方方面面的 对吧 所以说13块8也就这样了 它这个 原艺行业里面 我跟大家伙 掏心窝的说句话 十九块九一下的 没有丝毫的购物体验感可言 没有丝毫的这种 性价比可言了 这只能这么说了 因为什么呢 我就跟大家打个比方说 我就是 集这么一盆花 集着这一盆花 不要钱 我要去做这么一个纸箱的话 大概两元左右 至少一块多 我在加包装 我那工人打包呢 大概是一天啊 咱说一百多块钱的工资 一天也就打七八十件 因为我让他们打得比较精细 也都合到两块钱一件 光包装加工费就两块 发个快递还要五块 平台 如果说咱们正常卖二十 平台再扣一块 客服分一块 是吧 货准 你知道吗 我们发出一百盆 肯定有十到二十盆的货准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货准 也就是说 我们发一盆不要钱的花 这一单十九块九的 只能赚到三到五块钱 这叫什么概念吗 十九块以后以下 这个花卉行业不好做 你要是买这种便宜的 真的不如大吉 真的不如一些个地方 你这个网购就这样了 没办法 现在成本都高 好吧 花儿门 这个呢 也让花儿门在评论区里边 说说什么吧 至于小木槿的一个养护呢 等它制定起来 我给大家追加一起 然后呢 后期我也会上 不过我们家的小木槿 去年卖的都四十多 都是那种开着花的 带着盆带着土 好好的给您发货的 好了 这期视频呢 希望花儿门引以为戒吧 也引以为戒 好吧 既然你决定了 花更少的钱 去买更好的东西 那你就 你就得承担这个风险 这是对赌的 好吗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对赞一 好了 对赌的 感谢观看